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乐生活家 轻松过生活 大家好 我是某某游佩萱 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一定都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 如果说孩子在海外生长 包含像我们在新西兰的话 这些孩子是不是很快的 就会忘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甚至有很多家长都希望他们学会中文 然后去看一些中文的读武 可是对他们来讲 这可能是最基本的 在价值观 在文化传承 是不是能够做得很好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教育顾问专家 Steven来到节目现场 跟我们一起聊聊 在海外生活的这些孩子们 如何克服国化差异 好的 让我们欢迎Steven 多谢华人33电台的再次邀请 多谢某某的邀请 谢谢 好 谢谢Steven 其实华人的家长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问题 Steven自己其实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吧 因为您有三个孩子嘛 对啊 那您的孩子都是在新西兰出生的吗 对 我的孩子 我有三个男生 都是从 都是在新西兰出生的 最大的是七岁 然后四岁 还有一个是刚过一岁 哇 好 好 好 都是男生 对 真的是 非常棒 而且我觉得有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两个三个孩子在新西兰都还蛮普遍的 可是呢 不管您有几个孩子都会有这个状况 像刚刚提到您讲的这是 孩子是在新西兰出生的 你自己对于孩子的教育方面 就是关于这个中华文化的传承 你有什么特别的 例如说给他们说故事啊 看他们某些故事啊 或者是在平常跟他们在说 你自己一些教育理念 或者你的价值观的时候 会特别想把这种中华文化传递给他们吗 对 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也是一个期望值 因为对 我是第一代华人 和大多数的这个留学生一样 我也是第一代华人 然后呢 我来到这边将近这20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回国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少 然后一共就回了三次国那样的 最多三次那样的 所以对这个国内的日新月异的发展 感觉非常的骄傲 也非常自豪 但是如果说这个深入的了解的话 我还是差一些火 所以这个像林某某说的 把这个中华文明教育传递给下一代的话 这也是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期望值 其实有很多的家长呢 都会自己觉得 其实我自己的在文化底蕴部分 好像也不是很足够 那我对我的孩子应该要有怎么样的期望值 才是合理的呢 说到期望值 因为我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 就聊到这一块 例如说像您是 自己是留学生 然后孩子在那边生长的 那也有一些家长 其实他可能自己都不是在新兽兰成长或念书的 他可能也是三十岁才过来 然后小孩子在这边生 就会有不一样的期望值 对吗 对对对 那怎么样才是合理的呢 一个合理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概念 要realt stick 就是要这个脚踏实地 就是说这个让孩子成为一个 不是说我们父母想成为的人 是在这边的话 这个KIVI图生图长的孩子 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然后孩子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展开说这些 对 其实我们可能可以分段来讲 像包含像您自己是一代的移民 然后小孩子是在这里出生的 你自己觉得你对于你的 你比如说中华文化 我相信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但是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 家长他们都会觉得说 我就是希望你过得比我好 我不管我够不够 我希望你得到最多最满 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孩子 在平常日下课的时候兴趣班 然后各种的班 然后到假日的时候还要去学中文班 对 那对于这一块 我相信也是很多KIVI家长 他们可能会看到我们华人的家长 就问你们怎么那么忙 就上了各种的课 那到底要怎么样去找一个平衡比较好呢 您说找这个平衡 我认为的是这边的华人家长 第一代移民我指的是 和这个KIVI家长的最大一个区别 是对孩子的期望值和的认知有所差异 在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华人家长 因为在国内的话 因为竞争激烈 过着读母教要考大学 所以从这个幼儿园 从小学开始 各种补习班就已经上了 这个是非常正确 这个是不错 问题就是在这边的话 我们这边的小学也没有书 然后也没有书包 然后书包里面装的都是 这个PE的这些提议的用品 装的很大 还有很多reader 有趣的reader 对 然后我孩子还装了好多男生 吃的还特多 食量大 对 食量大 还装了好多就是boxbox 那些的食物 那些crackers之类的 那些东西 所以我就感觉 这边补课 Nothing wrong 因为从一些私立学校 也是建议给孩子 有一些additional的这个教育 因为这边的这个crackers 比如说这个幼儿园 那叫tefaliki 小学的叫mzc 这个是根据 这个叫social cultural 是根据每一个 这个孩子的不同的这个背景 他的文化 他的语言 他的家庭的这个value之类的 和父母的exploitation 父母的希望值 来这个打造一个适合孩子的 他的一个成长方案 但有好多这个时候 适合孩子的成长方案 并不是适合家长的成长方案 那因为像我自己啊 我可能就是期望值比较低的那一个 我自己心里面想的是 我先想一下我自己的范例是怎么样 好的 我的情况是 我希望我的孩子更像local kiwi 对 然后我也希望我的孩子 能够很好的跟不同的 不要我们不要想说 黄皮肤、黑皮肤、白皮肤 他可以跟各种皮肤肤色的 孩子都可以好好相处的 所以我觉得英文本身 大概比较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在学校学的就是英文 中文的部分我对他的要求超低 我只希望他能够听得懂 会讲就可以了 像我这样的情况应该估计 在这里是比较少的 对 对 您的这个期望值是比较 真的很低 顺其自然 对对对 放养型的 对 这也是我的一个概念 因为你放养的过程当中 并不一定是放养 我们是有选择性的 有控制的 然后再观察孩子 他具体往哪个方向走得好 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们父母给孩子的 这个压力 就是以及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 会造成孩子是不是成为 这个主流的一个原因 我们第一代移民的话 主流对我们的概念呢 就是我们能说英文 我们能这个找一个 这个本地的这个主流的工作 然后基本能融进去的话 就属于我们是一个这个相对的 一个主流的一个这个人 但是对第二代华人来说 这个因为文化的差异 和他的这个价值观 两个价值观 两个文化 两个语言 他在中间的选择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一个挑战 有一个概念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个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这个例子就是 我这么多年 看过好多一个家庭 就是有华人的 有印度的 有欧洲的 有本地的 什么都有 毛利岛人的 也都有 就有一个case 就说这个 大家都有说 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好多这个家长 包括华人家长 都告诉 I just want my kids to be happy 对 大家都这么说 对 真的吗 真的吗 然后这个概念 这个happy这个概念 我的这个下一个问题 就会说 您的这个happiness 这个definition 是什么东西 是 概念在哪 因为这个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case 就是我是问过 这个大概有 都不下40家 不同的这个 种族的这个家庭 您知道在南岛 有一个就是 Grey Mouse 那个煤矿 是 就是坍塌的那煤矿 对 我这个是 在这个坍塌前问的 然后我就说 因为那个旅人 配特别高 一周工作只需要 三到四天 然后工作时间也特别短 所以这个pay 因为特别高 因为它说高风险的工作 高风险的工作 比较危险 对对对 所以我就问 这个一些KD家庭 说 如果你的孩子 如果去Pack River的话 他自己喜欢 然后赚的又多 然后基本 这个周三就给party了 您感觉OK吗 嗯 TV家长 他们的概念 就会说 我的孩子 happy 赚的又多 然后他自己 又enjoy的话 又自己自足 I'm proud of that 又享受自己的生活 对 totally totally 但如果同样的东西 放在华人家 如果问了华人生 他说 他说 你让我孩子去煤矿工作 就对了 是不是 对 这个就是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challenge 如果孩子happy的话 华人的孩子也想去 赚的也高 他也enjoy的话 为什么不可以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概念 还是孩子的希望之类 所以你知道 我每次在想 要跟Steven聊什么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要具体的 怎么样去帮助孩子 例如说给他看什么书 然后让他去什么学校 大家都想要这种 速成的一个答案 可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家长自己的期望值这一点 永远调整不好的话 你就不知道 到底要给小孩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会试着 让他们去尝试 各式各样 我们刚刚讲不同的 你很希望他在某方面 可能刚好是一个天才 比如说他音乐上面 特别有遭遇 OK 那我就让他去学音乐 然后体育的很好 那种就是看他搞不好 以后可以成为 Rugby的 Obleck的球员 对 就是华人其实 最追根就底的 就是大家想要的就是 在社会的名利的地位上好 都要有挺好表现 就要当什么师 什么师 你刚刚讲的这个 就是很具体的 当他是一个挖矿的 我们变成是工人的时候 就劳工阶级的时候 突然华人就觉得 好像不是那么好 所以这可能也是在 我们可能自己在这个 东方国家 就我们在中国 其实大家本身的 这种的价值观 直接套用来 Kiwi这里 没错 就会显得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 对 孩子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首先呢 父母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因为他是低人老师 大多数的时间 在没上幼儿园小学之前 看的还是父母 而且呢 孩子在12岁之前 父母的 他的 行为 或者他的思维 或者他 就是他的思维概念 对孩子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认知的话 就是用一个简单的 我上次的节目 说过这个语言的问题 好多家长 因为我这个说过 已经不下上百家的 华人家庭 所以告诉我 这个这边出生的孩子 土生土长 一次国都没回过 肯定是个Kiwi 小Kiwi没有问题 对 然后呢 爷爷奶奶 哦 没有问题 那肯定是对我看 和其他那个 对小Kiwi 巴巴聊 这是特别好好看 但问题 这个就是因为 我是意内人士 就是我天天 我在这个幼儿园 我在小学的环境里边看 就是如果真正的 在一个 一个竞争的环境里边 如果深入的话 这个语言 是一个大关系 所以我就建议 这个华人的父母 第一步就是认清 这个孩子的语言观 语言就是英文 一定要这个 要脚踏实地 不要认为这边出生的 一定是母语 不一定 因为如果他身边交流的 假设爸爸妈妈 他自己身边都是华人朋友 小孩当然也是华人 然后大家全部都说中文的时候 他其实说的英文机会的几率 有机会比我们想象中的小很多 对 是在有一个research里边 一个调研报告是美国 这个Boston University 这个波斯顿大学里边 一个说这个美国的第二代华人里边 有80%的第二代音乐 在家里边会用中文和家里面交流 或者用这个地方语言 比如说广东话之类的 20%的这个时间 如果要是父母 这个比较倾向于说英文的话 或者在这个融入的主流 或者1.5代移民那样的 这个孩子会100%的时间说英文 但是如果出去之后 这孩子会尝试说英文 所以这个概念 80%和100%在外面的这个时间 孩子怎么来说 把英文做成一个母语 所以这也是我们比较疑惑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问到这个 I'm really sickly 你知道因为其实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之前就访问过 在这边的语言治疗师 就有针对双语问题来做一个讨论 那当时语言治疗师他就有说 他说其实母语的学习有两种 一种叫做同时型母语 就是例如说爸爸是PV 然后妈妈是华人 也可能是不同的组合 但总之就是他从小就是 接受两种语言起来 基本上大部分孩子都可以 无缝接轨 可以学得挺好的 那如果说是像 例如说一开始学中文 假设说我们在小孩子小的时候 可能两岁以前自己家里 我们都说中文 然后两岁以后开始说英文的话 这种就叫做顺序型母语 那他已经有先学中文 再学英语的一个差别 那大家一定会担心说 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些障碍 或者一些混乱 但是其实小孩子的学习能力 确实比我们想象中的好 他们融合的更好 但是呢 Steven刚刚讲到一个 很关键很关键的点就是 父母自己的态度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自己都只跟华人交流 你也不参与主流社会 我们的小孩其实也会跟我们一样 比较容易就是跟华人小孩交流 然后他也未必会那么想要去 参与主流社会 那你还期望他中英文都要很好 我觉得就有一点期望值错误了 对不对 您说的非常对 所以这边有好多这个家长 花人家长会告诉我 我的孩子到了这个大概8岁到12岁之间的话 我就感觉 从他说的他学的 然后也挑我的这个发音问题 然后也感觉我有一些东西也是不会了 所以他们的这个认知 像我的孩子在零年级的时候 有老师就教他们说 OK You are your own boss 你是你自己的老板 你不要听父母的 你不要听这个其他人的 你要这个相亲你自己 Not anything wrong 这是一个这个自我的 但是在我们华人里边 说孩子的成功不是为你自己成功 是represent你的一个整队 一个家庭的一个成功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家长的话 是不是要施加更大的压力 给孩子来迫使他 作为自己的这个成功的标准来成功 还是让孩子他比较舒舒服服的成功 对呀 就是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 而且像刚刚我有提到 那个比较具体的例子 就是为什么孩子会有压力 其实很多时候是家长 希望他们学会很多东西 我就具体的问一个问题 您自己的孩子 现在有上很多兴趣班吗 我的孩子是上了一些班 我的孩子也上了一些班 主要的这个我也得问他 一般就是我的老大了 因为我的老二的话四岁 基本是我的老二他比较喜欢音乐 我给他这个上了芭蕾班 对 真的啊 对对对对 千万不要有个想法说 男生怎么学芭蕾 请问一下我们去看一个表演秀 你只有看过女生的芭蕾舞龄吗 当然也有男生的舞者呀 对这是一个niche market 所以这个基本是90%的都是女生了 对穿一个这个小粉的蓬蓬裙 特别cute 然后只有这个几个 就是在我的那个班级里边 就我孩子一个 所以有感觉 他就感觉 I'm special 然后这个老师的话 也会put more attention 说 这你是个good boy You are doing really well 所以有好多这个encouragement在里边 我感觉也不错 像我老大的话 因为他在私校里边学 这个竞争压力是稍显就上来了一些 所以在压力这个有的情况下 也要补一些这个 我自认为非常重要的 我的这些都是和老师交流过的 比如说这个英文 英文也不光是我们外国人补 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我们移民补 本地的孩子都在补 是 因为这边的一个这个 一个significant的一个问题 就是从小学到初中的 他的这个transitioning 会有一个big gap 就是比如说这个莎士比亚 他这个introduce之后 是有好多孩子 包括本地的孩子说 我学不会 我也不学了 所以就造成我们这个Kiwi literacy的这个level 在OECD国家里边 就特别特别低 所以这也是 Steven有讲到 这也是一个误区了 就是我们想象的是 他们是在一个英语环境的 在这边学习跟成长 我们就觉得他英文很好 可是其实那是一个可能 平常日常的交流够用的 但如果你要再往更学术圈 或者是更高阶的英文 去进步的话 那还要一个特别的学习 所以比起中文课 你觉得英文课也很重要 甚至更重要 对 我感觉如果孩子在 这个7岁前的话 我不太建议孩子 这个学习中文 这个只是我自己的一些概念 这个因为26个字母的话 这个中文和英文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发音就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孩子会造成一些混淆 孩子在没有成熟之前 这个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混淆 学的也会比较慢 是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 这是我一个最大的一个关注 就是孩子 如果在幼儿园和小学的里边 比如在7岁 8岁前 他是不是有机会 或者是他是不是有机会 或者是有足够的自信 是在于他是不是能给自己争取来 因为这边的话都是说 OK 比如说谁想做这个活动的话 大家要举手那样的 如果没有自信的话 我对我自己的语言 我要是不自信的话 我就很难把我的手给举起来 所以这我们叫这个social competence 就是孩子他的自信 他的这个personality就是 他是什么样的性格 内向外向和social competence 这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天生的personality 一个是可以教的 所以我们这个好多情况下都密词 就是social competence 所以我们也不用期望 例如说孩子明明是内向 然后让他变一个外向人 因为这就是personality 这里面是固定的 但是他的这个社交能力的部分 倒是可以透过训练 还可以包含父母自己的展示 然后让他们可以就是变得 更好地去与别人做交流 所以其实这一点真的要分清楚 因为我觉得还蛮多家长 包含我自己以前会有这种误区 就是觉得我孩子就是内向啦 那我就不知道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可是很多时候 可能会错失一些学习的机会 对对对 相当和人交往的情况下 这个是social competence在起作用 他的personality是内向还是外向的话 这是他自己的personal trait 和他怎么和人交往的话 是另外一个方式 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比较重要一个概念 我感觉要和大家share的就是 孩子他的融入度 这个是有这个research做这个backup的 孩子的融入度 并不是基于他的这个文化 他的这个背景和这个家庭 绝大多数是他一个share的一个experience 有好多家长就会说 到了八岁这个十二岁 或者再往上的话 和孩子就像提早进入孤化老人的状态 就要哭着老 无法交流怎么办 无法交流说 这就是一小KV 我移了名之后 为什么我失去了我自己的孩子 听的是比较这个可悲 好悲 对 但是我感觉这个并不是 这是第一天就已经在发生了事 因为我们和孩子没有一个share的一个 叫empathetic一个东西 我们没有同理心 我们不知道孩子为什么要怎么做 我们就说 OK你是一个中国人 你应该学这一些基础的 这些中文的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一定要理解孩子说 我们在约西兰的话 这是他每天接触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要不存在一个share的 就是在一个公共的一个交集的话 我们和孩子只能会越来越远 代沟的话不一定是下一代 有可能从八岁就已经产生了 天哪 可能他就吓一跳 特别是像我那种小孩子快要八岁的那种 我的也马上到了 好的 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待会再这个 如何带着孩子更好的去与这个主流社会做交流 我们在这一块呢 再做一些更多的了解 待会见咯 一会见 快乐生活家轻松过生活 说到教育的问题 真的是大家都在头痛的 包含某某自己本身 我在每次跟Steven交流聊天的时候 我都有个感觉就是 我有好多做不好的地方 可是我们今天真的也不是要告诉大家 你做得多不好 我们是要告诉大家 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那再次欢迎我们的教育顾问Steven 欢迎欢迎 对刚刚在我们上一段 我们的对谈当中 我们有聊到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家长真的是应该要先让孩子看到 怎么样去跟主流社会交流 怎么样去做融合 包含我们刚刚前面一直提到的 我们希望可以保留中华文化的美好 然后同时也要融入主流社会 但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做得更好呢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做法 包含像我们说 自己跟Kiwi朋友 多一点认识啊 party啊 然后聚会啊 然后跟家长的其他家长 或者是跟老师 园长做交流 要怎么样做到会比较好呢 因为真的不容易 我必须说真的不容易 但是怎么样做会比较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首先这个说一下 就是融入主流和 交Kiwi朋友 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融入主流的话是 您觉得这个value proposition 这个是不是和这个价值观 是不是一样 是 第二个的话 语言的话只是一个step in stone 是一个步入这个文化的 电脚石 电脚石而已 所以我们这个电脚石高和低的话 是完全在于父母 他的这个setup的能力 是不是把孩子要推到这个主流的社会 现在有好多就说 OK 我让孩子学中文 然后我让孩子学古诗 让学写这个中文 Nothing wrong 这是一个beautiful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然后我们也应该会 这个作为第二代 我们可以学 但问题就是 首先我们家长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孩子一是时间有限 第二个呢 就是孩子的这个精力有限 小的时间 这个小的时候呢 孩子还要玩 这贪玩嘛 所以这个我们在给孩子 这个施加压力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想到这一点 以后孩子要在哪儿生活 要在哪儿这个学习 所以如果要是说 这个到这边是镀金 然后这个学完之后呢 到成年之后就回到中国的话 是 可以学大量的这个中国的文化呀 中国的update这些东西 这个 就是回去再学 都没有问题 这些东西啊 但是英文呢 就是作为一个backup 因为ending the day 孩子要回到中国去发展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 我们大多数人 就是我们移民来了 我们这儿扎根 我们的孩子在这儿出生长大 所以他们的孩子 和我们现在的孩子 要在这儿一直生活 或到西方社会来生活 比如说美国 英国之类的 这种情况下呢 我的建议就是 大家一定要这个把握住 不要盲目地 给孩子施加压力 要看他如果以后在这儿生活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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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个比较可能和大家 这个有一些理念不同 因为孩子在一儿园里边 我看到的就是在一个主流的情况 包括小学 一个老师25个孩子 在一儿园里边2岁到5岁 一个老师对10个孩子 8个10个孩子那样的 所以这个有好多情况 就是你怎么能争到 你自己的opportunity 都是用嘴嘛 如果你去抢的话 那这老师告诉你 Stop 这个就会打击孩子的自信 所以到小学之后 一个老师25个孩子 opportunity一共就这些 所以不是说孩子上了私校 有更好的教育的资源 就会更好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家长的话 一定要把电脑石 把stepping stone 要电得越高越好 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的认知 有非常大的关系 是 所以我觉得真的好难 我越听越觉得很难 还有其实刚刚讲到语言的这一块 因为像我自己都会一直 像我刚刚有举例嘛 说我们家 我只觉得我对他的要求 比较低一点 就是会讲 然后会听就好了 可是其实说实在的 有时候他确实会像您讲的 电脚石的这块 如果插了这块石头 有时候对孩子来讲 就会增加很多的困难 我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新闻 我觉得挺有趣的 就是有一个他应该是 自己是二代移民嘛 这个孩子应该说 这已经是妈妈了 他在孩子时期的时候 他的家长没有给他 一开始给他学了很多中文 然后就跟他说 哎呀你要学 你要写 然后上成中文课 可是压力太大了 结果这个孩子最后 他就走极端路线 他就我不要上了 而且他对于任何 跟中文有关的东西 他非常的排斥 没错 但是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当他自己成为了家长以后 他有一天 放了一部电影给他孩子看 他孩子现在五岁 看了花木兰 然后当时看的应该是那个英文版 然后他看了 可是那孩子就觉得 我总觉得好像什么都看不懂 然后他就好 那我放中文版给你看 结果孩子就哭了 我完全不会 然后那个孩子就跟妈妈说 妈妈我要学中文 这个新闻其实给我一些启示 我一个感觉就是 你看他自己的妈妈 当时是在一个很高压的情况下 他的父母希望他学中文 结果他反而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了 他就放弃了 而他自己的小孩 因为看了一部电影 突然觉得我有需求 我很希望我中文好 然后他就跟妈妈说我要学习 然后这时候那个中文不太好的妈妈 他就突然觉得说 哎呀 你看我现在我想要让我的孩子学 我自己却又没有能力教他了 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 这个平衡点一直都很难拿捏 所以我觉得统整了 Steven刚刚讲的话 估计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学 但是学的十几点 还有目的心要先搞清楚 就是如果说您的孩子 估计未来就是会回中国的话 那他的英文反而就是一定要很好 对他中文的部分 可能以后补强都还行 但是如果说你要定居在这边的 这边的孩子 就英文一定要学得很好 然后中文可能就要在 适当的十几点把它加入 而且比较有压力的感觉 没错 而且加入的话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想加入这个中文的 或者其他语言的学习的话 一定要让孩子感觉到 我学这个东西的这个目的性在哪 比如说这个你想让孩子 学这个国画啊 学书法啊 或者学这个一些京剧啊 一些国粹啊 没有没有问题 但问题就是我们要孩子说 如果在西方社会里边 学的这个纯中文的这个文化的话 我们在哪有这个施展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像一个比较简单一个例子 像我带我的老大这个 今年年初去年圣诞节那会儿啊 去了印度之后 我们去印度 对去了印度 我带他去那个新德里 就是就是一个这个 就让他体会一下 说这个在这儿有多幸运的一个环境 因为这一带的话 都是这个I want to know 这种概念 对对对对 没有这个sense of appreciation 所以我就让他感觉一下 所以呢他去了经历之后 他在这个儿如木兰 待了也挺久的时间 他学了有着印度的语言 真的啊 对然后 你们待多久 大概有三周多那样的 然后去了这个不同的城市 但主要在新德里那边 他就会感觉这个文化 这个非常不一样 然后也感觉特别的fancy 这是他自己的原话 所以他就会这个从吃的呀 吃是最好入手的嘛 对对 然后到这个语言的学习 然后再到文化 你让他经历过了之后 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切入点上的感觉 所以同样回到我们的 这个英文来说 如果孩子对这个英文的 这个比较有自信的来说 他在学校里边 在一儿园里边 和老师的一个交流 不仅能争取的机会 而且还有这个 leadership 的这个 approach 所以这个孩子就会感觉 我是自信的 我是被这个主流社会 被我的班级的同学 和这个其他老师所接纳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更允许了 对所以刚刚前面讲到 电脚石或者我觉得 也可以讲到 foundation 就是基础 基础上把孩子建立在 喜欢学习 有自信 他们其实未来 不管是学英文学中文 其实都会让他们更好地 就觉得 我做这件事情是我喜欢 那不是因为谁逼我 谁觉得我的中文应该要很好 所以我就如何如何 对 对啊 因为像我自己 我现在就在 我刚刚你讲 我已经做了选择了 说实在的 可是我看到身边 有这么多优秀的朋友 小孩都很优秀 也会有压力 家长们如何要 调试这种心情 因为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家长 今天看了我们节目 可能开始会想 或许我应该调整一下 我的教育方程 可是我身边的孩子 就是朋友的孩子 或者是其他同学的 就是儿子的同学 他们都去学了好多东西 然后他们每个人 都学这些东西 我虽然觉得没有必要 但大家都学了 我却觉得要学 要怎么样去调试这样的心态 还有怎么帮助去 真的做取舍 因为他们的时间就那么多 对 怎么样最好的去调配 他们的这种课外学习 我感觉这个华人他 这个选择还是一定有选择性的 基本上华人的选择和华人的竞争 是在一起的 比如说华人 其实就跟华人比较 和华人比较 因为这个和劳外比较的话 不多 就是因为这个即使小的时候 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单词量 可能比有好多这个洋人 和KIVI要多 对 所以在阅读上面 literacy上面 我们会比其他的KIVI优秀 但我们看的是一个长期性 和一个持久性 一个sustainability 还有比的话 比如说 John他的孩子在学钢琴 我也要学他那个游泳 这还不错 我也要问一下 哪个游泳教练 但是我说这个 我们不要把自己 设在一个subculture的范围之内 subculture这个是主流的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 次文化了 对 我们把自己放在次文化的 这个范围之内 这个就特别特别的不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比的话 比如说这个 这KIVI有打板球的 我们也可以比 然后有打就是rugby的 我们也可以上 其实这个 如果不给孩子接触的话 孩子永远是陌生的 对 因为其实我真的 比较少看到华人孩子 去打rugby的 对 像板球的话 一打就是一天 你从早上的话 基本9点能打到4点 所以是非常一个 Linsey的一个sport 然后洋人家长就有这儿坐 然后去社交交流之类的 看孩子 然后给他照相帮助之类的 但我们家长的 华人家长一般就感觉 时间太久了 我这周末的话 我要 我比较我给孩子学一些 补点钢琴嘛 对不对 对 我发现钢琴 小提琴 这是好像基本款 对 对 每个人都在学 对 然后另外还会再多学一些 我看到跳舞的也很多 跳舞的挺多的 对 然后现在还会 可能都学其他的比较 不是那么主流乐器了 对 比如说打鼓 架子鼓那类的 所以我就建议 这个华人家长 你想如果要是 这个竞争都在哪呢 比如说你成立一个乐队的话 一个Occlustral 这个小提琴 钢琴 什么之类的 都是这个数量就限定的 我知道您的意思 对 因为一个演奏 一个团 就只有一架钢琴吗 小提琴可能还可以多几 对 还可以再多一点 对 所以我们要学一些 比较冷门的 现在有好多家长 这个也已经意识到了 对说 比如说 这边可以学这个小号 我们可以学黑管 我们可以学长笛 对 然后我们可以学这percussion 敲一下三脚铁 之类的 这个就感觉 哇 这个是不是太 太fanny了 在乐队 你敲脚铁 所以这个东西 都不是一个 这个是属于一个 percussion的一个范畴之内 所以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项目 我们要选一些冷门 给孩子更多的机会 对 我觉得这是跳脱一般 在选课 兴趣课的一个想法 其实可能 这也是 我觉得kiwi的一个精神 我们比较可以去学习到的 华人真的会 蛮希望自己成为 好像圣诞书上的那一颗心 可是其实你看 圣诞书上有很多的装饰 每一颗都可以很闪亮 就好像我们最前面提到的 当洋人的家长提到说 我们去那个 Pack River 当矿工的时候 大家觉得他开心 他赚的多钱 他喜欢就好 可是华人家长想的就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当那颗星星 但我们可以就是 发挥自己生命能量 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也是挺好的 我的概念是 作为一个家长的话 特别是移民的华人家长 我们首先要确保的是孩子 做那颗星是我们的目标 在那颗树上 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第一步 对不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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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慢慢来一步一步来 然后而且也要想象 一颗树上就只有一颗星 如果每个人到当那颗星的话 那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之外 也很无聊 说实在的 换句话说我们也不要降低 我们自己的标准 就是我们华人的话有很多的优势 比如说我们勤劳能干 然后有一个问题我要和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之前阅读的 journal 有这么一个事就是这个在美国调查第二代 美国第二代华人移民的话 就说华人种族是一个特别模范的 一个这个优良的一个族裔 对 但是但是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话 这个好多这个华人的学者 现在都已经就包括有哈佛的 这个华人学者认为这是一个 被动的一个歧视 就是 真的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一 这种的这个标杆模范的话 是主流 这个他任何他也想要 但是并不会放在一个 比较显著的一个位置上 然后我们华人呢 这个做的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这个我们清华大学 这个毕业的有的一半在这个 在这个硅谷工作 对然后上面他们的这个 这老板有是这个印度人之类的 可能还 可能还不是这个IT专业的 是MBA就能成为一个 manager 所以有有好的东西 并不是我们做的墙 我们就一定能做到这个顶峰 所以我们要确保这个孩子 不仅能做好 而且要把这个自己做的 这个东西能说出来 如果你说不出来的话 Nothing happening 对而且像您提到的这个现象 也会让我发现 确实还蛮多华人都在做IT专业 就是因为大家觉得 这是一个挺好工作 所以大家去做这件事情 对对像我 您继续讲 像我在我之前在corporate里面打工的话 像我在哪个微软 我在Vortafone我都做过那样的 就是在那个里面 比如说你做IT的 你做这个你做快捷的 这是我们华人比较 popular的行业 是 你做完了之后呢 就是像做每一个这个就是 就是passway快捷或者是IT 都有一个这个比较顶层的 要把这个您做的这个专业 来这个汇报给这个 比如说country manager 或者是这个bought member之类的 是 他们可能是没有一些这个专业知识 但是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专业的 给这个intreput上一个这个meaningful的一个 strategy 这个是一个这个一个transferable的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skill 所以这块是要学习一下的 对 然后我们才会变成大老板 变成supervisor 所以作为我们这个华人家长来说哈 就我们的目标一定要切合实际 而且一定要跳出我们的舒适圈 跳出我们的舒适圈 我们不要活得太舒适 对 我在听你这么讲 我就觉得不行 我要去多交一些华人朋友 不行我要多一点交流 对对 还有另外一个哈 这个我和这个大家说的就是有好多这个华人家长也在问我哈 说你看我孩子现在在学法语了 那你这么说我也得学法语对不对 我孩子在学跳舞 那我也得这买个巴黎的衣服 那我也要去跳四小天鹅嘛 对不对 这个哈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 就是Sir Junkie 他就这个前一期的去年大概是 是 讲过一个话 因为他的这个 他的孩子 他的女儿有学这个 有学fine ass的 然后这个他的儿子也在做音乐之类 对所以这个他说 他们的这个做的东西 I'm proud of them 但是我做的东西 他们不一定会我的 我也不一定会他们的 所以每个人呢 在自己的这个generation年代 和在自己的这个领域里边 一定要做出一个比较优秀的 和一个有前程性的一个这个工作 是是是 确实我觉得就是要注意潮流 就好像在过去 大家应该没有办法想像 有现在有很多所谓的网红 那种influencer 那种有影响力的人 对 过去大家应该觉得说 哇这些人他就只是把自己的生活 甚至吃东西拍下来 然后都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但我们的传统的想像 就会觉得没有没有 你就是要当各种师 对 老师会计师律师医师 但现在其实各式各样的 各行各业的领域当中的佼佼者 都会是可以影响这个社会 而且会赢得大家尊敬的人 非常正确 像以前的这个网红啊 或者是这个电商的这个从业者啊 对啊 老一辈有好多来说 哇在玩手机嘛 对啊 在玩手机怎么正确 就是就拍拍 然后讲一些好像不营养的东西 对对对 可是其实这些人 他其实是很有影响力的 所以这我们要跳脱我们自己的想象 然后我觉得我再想一件事 有没有可能让孩子去上这些课的时候 就像虽然说是兴趣班 但其实很多时候是家长希望他学会的是技能班 但我觉得可能大家真正的要去想 他学的真东西 你就让他当成是兴趣 他也许有机会可以发展成他的专业 但是如果他没有的话 那就他的兴趣嘛 他有兴趣就让他学 对不对 这样想可以吗 可以的兴趣的话 这个不光是培养的 而且还是这个我们给介绍的 我们introduce这个兴趣 然后像我上回讲的 我们作为一个家长 一定要做这个比较慢 比较懒 比较笨 对你我做得非常好 对对 这一点我 中文是佼佼者 对我特别在笨的这个领域 所以我给孩子大量的机会 让他们去尝试 然后让他们去吃亏 让他们去费用 所以现在的费用的话 是可以beerable的 他们最多是lost opportunity 没有certificate 然后没有这个比赛的机会 就都ok的 这个现在的这个失误 总比到以后的话 在这个在工作领域大的费用 要相当多 对对对对对 而且其实他们也需要 我觉得这是情商的锻炼 一辈子都是一帆丰顺 到最后可能会因为一个小事 就把它挤垮了 对而且不可能是一生都是丰顺的 对对 所以这个一个逆伤的学习 也非常重要 对这都是养分 今天很开心 欢迎再次邀请到教育部 Steven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然后聊聊教育的话题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 其实是挺广的 然后我也希望华人家长们 看一看以后 不要打击自己了 因为我觉得我在表达的时候 可能好像说到 华人家长很多不好 其实不是不好 就是大家都有的很多的疑问 让我们去看了这期节目以后 都做一些思考 未来跟孩子在教育上面 我觉得可以说是一起学习 不单单只是孩子在学习 没错 让他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对孩子常常也都在教育我们 好的我们谢谢Steven 谢谢您 谢谢抱抱 快乐生活加轻松过生活 如果在节目上有任何意见想法 或者是想要听到 什么样的话题的话 也欢迎与我们多做互动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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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